稍早清晨七點多 太平區中山路一段 又發生公車撞死人的事故 一輛載十多名學生的私立中學 外包校車和微型電動機車 發生碰撞 七十四歲女騎士 當場中摔地面 由於頭部重創傷是太過嚴重 明顯死亡 家屬接禍 惡耗 火速趕到現場 一名女子在現場哭到一度 無法起身 怎麼也想不到 家人會碰上這樣的死亡事故 而發生車禍當下 校車上也有十多名學生 所幸都沒有受傷 警方初步確認 雙方都沒有喝酒 將吊越入口監視器 盡速釐清整體事故的發生過程 還有招職責任